嗨,大家好,我是安然若峰 今天的勾针教程我们来勾这款超好看的花朵背垫 先来说一下我们要用到的东西 那首先是各种颜色的毛线 我用的所有毛线全部都是石骨线 然后是两支勾针,一支3毫米的我们用来勾花朵的部分 还有一支3.5毫米的用来勾其余的所有部分 另外还有两个是可有可没有的 一个就是别针,或者你有专门给毛线做标记的那种 就如果是新手的话,我们建议最好准备一个 然后另外是这个缝毛线的针 就是我们用来收一下线头这些 没有的话你直接拿勾针也可以做 那现在我把桌面收拾一下,我们开始今天的教程 我们先用3.5毫米的这支勾针来起头 那这里起头用到的方法呢是环形起针法 我之前有专门出一个视频非常详细的讲过 这里再说一下 我们右手握住线头,左手这样子给它张开 然后把毛线在小指跟无名指中间间按下 然后从食指和中指的后面这样子绕到前面来 然后再绕到后面绕一圈 绕的时候要注意平行,不要给它打交叉,这样子平行 然后呢用大拇指和无名指捏住线头 那我们拿起这支3.5毫米的勾针,把手指转过来 然后勾针从前面这条线下边穿过去 把后面这条线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呢,我们勾针这样子给它转一下 然后转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勾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这节线 它跟我们勾针上其实是同一段 只不过是中间被另一根线压了一下 然后我们勾住这个线,穿过勾针上的这个环 然后我们右手捏住这个像小脖子一样的地方,左手放开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环形起针 然后呢,我们先来勾 要在这个环形起针里头呢,勾中长针 中长针的勾法呢,我们勾针绕线 然后勾针从这个环穿过去 穿过去的同时呢,把这个线头跟环并在一起 然后把线勾回来 勾针上,现在有三个环 勾住线穿过全部三个环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 那我们新手建议呢,我们把每圈的第一针给它标记出来 要拿别针也好,或者你专门做毛线标记的那种也好 我们把它从刚勾出来的这个V字 两条线下面穿过去标记一下 一会儿回来就知道它是第一针了 然后呢,我们一个中长针勾完 勾一个辫子针 那这就是我们第一行要勾的花样 就是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 我们总共要勾12个这样子的花样 那接下来又是一个中长针 还是勾针绕线,从环里穿过去 穿过去的同时把线头跟环并在一起 然后把线勾回来 勾针上有三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三个环 然后再勾一个辫子针 你看我们这花样又重复了一遍 然后呢,我们继续勾 继续第三面重复这个花样 勾针绕线,环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全部三个环 中长针勾完,勾一个辫子针 那我们就,你看现在已经勾了三个这样子的花样了 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 我们总共要勾12个这样的花样 那等这12个勾完,我再回来 那这12个中长针加辫子针的花样勾完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 你可以回头数一下 这样的V字的针,我们应该有24个 勾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拉动这个线头 把中间拉紧了 然后呢,我们就要用引拔针跟第一针勾在一起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别针取掉 然后引拔针的勾法呢,就是从我们标记过这个第一针 V字两条线下边把勾针穿过去 然后把线勾回来 然后呢,用勾回来的这件线穿过我们勾针上之前这个环 我们第一行就勾完了,我们勾出一个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换线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剪断 然后呢,勾住线头穿过勾针上这个环 那换线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把这个线这样子窝回来给它拿住 然后呢,我们随便选一个地方把它跟这个接在一起 那我就从这个,随便找一个辫子针的地方哈 就是你看,这是一个中长针,这是一个中长针 中间不是我们勾了一个辫子针吗 我们随便找一个辫子针,把勾针穿过去 然后把这个换颜色的线给它勾过来 然后呢,我们勾一个辫子针,就是勾针,勾出毛线穿过勾针上的环 然后这一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在前一行这个红色的线上 每一个辫子针的这个洞里头,就是每一个辫子针这个洞里头 我们都给它勾两个中长针 那我们现在这个洞给它勾两个中长针 中长针的方法还是一样 勾针绕线,从这个洞里穿过去 穿过去的时候,注意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并在一起 然后把线勾回来 那勾针上有三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三个环 这是一个中长针 我们新手还是建议哈,我们把每行的第一针给它标记一下 没得你回来找不到它,我就不标记了 那这针地方呢,我们再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还是同样我们这个辫子针先把洞里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然后勾住线之后,勾着上三个环 这一个辫子针上我们勾两个中长针了 我们到下一个辫子针来 然后这个地方,这儿其实是同一针哈 看着很古,是因为开头那个地方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数一下 就是我们总共这应该是12针 就是不要把它算成两针 那我们来到下一个辫子针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地方 两个中长针跟我们要勾一个辫子针 不好意思 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再到我们下一个这辫子针的地方 再勾两个中长针 还是勾针绕线穿过去 然后还是把我们的线都给它并在里边 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针上的三个环 然后同样的地方再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两个中长针勾完再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我们再到下一个辫子针的地方 还是勾两个中长针 还是把这个线头给它们勾在里边 然后又是一个辫子针 那这一行就要重复 我们在前一行每一个辫子针的洞里 勾两个中长针 然后再勾一个辫子针 就这样我们一圈勾回来 我再回来 我们这一圈勾回来 最后你看这也是两个中长针 然后一个辫子针 那接下来呢 还是用引拔针跟第一针勾在一起 勾针我们从第一针 位置两条线下边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然后再勾住勾回来这些线 穿过勾针上之前这个环 那我们第二行也勾完了 现在来勾第三行 开头先勾一个辫子针 不好意思 开头先勾一个引拔针 在下针的位置 就是我们勾针 你看往前从下一针 位置两条线下边过去 把线勾回来 然后穿过过针上之前这个环 然后再往前不是这个 就是辫子针的洞里吗 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勾一个引拔针 那这两个引拔针的目的是 为了把我们这个起针的位置 移到这个辫子针的洞里来 然后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勾这一行的花样了 那我们这一行要做的呢 就是在每一个辫子针的洞里头勾三个中长针 然后再勾一个辫子针 我们开头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在这个洞里呢 勾三个中长针 中长针勾到现在你应该已经会勾了 就是勾针绕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勾出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勾出线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勾出线穿过去三个环 新手还是我们标记每行第一针 我就不标记了 然后第二个中长针 第三个中长针 然后一个辫子针 我们跳过起来的两个中长针 直接到下一个辫子针的地方 我们再勾三个中长针 然后一个辫子针 然后又到这个下一个辫子针的地方勾 三个中长针加一个辫子针 那这行就这样 我们在前一行的每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头勾 三个中长针加一个辫子针 就这样我们把这一行勾完 那这行的最后三个中长针加一个辫子针 还是我们用引拔针跟第一针勾在一起 然后呢又可以把线剪断了 然后勾住线头我们穿过勾针上的环 然后我们来换这个绿色的线 开始勾花叶的部分了 还是我们就把它折一下拿在手里 然后呢选一个这个辫子针下面的洞里 把勾针穿过去 把我们要换的这个线给它勾过来 然后我们勾过来之后呢 还是要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在这个洞里再勾一个短针 短针的勾法呢就是勾针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勾针有两个环 勾住线穿过这两个环 那勾的时候还是我们把线头 跟它并在一起勾在里边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勾四个辫子针 辫子针就是勾针勾住毛线 穿过勾针上的环 一个辫子针 勾针勾住毛线穿过勾针上的环 两个辫子针 三个四个 然后呢我们找到接下来的这三个中长针 我们在中间的这一针 我们在中间的这一针底上给它勾 中间这一针在它底上给它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把这线头都在并在里边 勾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去 勾针上的两个环 然后又是四个辫子针 然后呢我们到接下来的这个 这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再勾一个短针 勾针穿过去 这两个线头并在一起 把线勾回来 然后勾住线穿过两个环 那这行要重复的其实就是花样 我们勾四个辫子针 然后在接下来的三个中长针 中间这针的底上 我们给它勾一个短针 短针就是勾针 从它底上V字两条线下面穿过去 然后有线头就把线头并在旁边 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来的两个环 然后再勾四个辫子针 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 再给它勾一个短针 那就这样 我们把这一行勾完 我们最后四个辫子针勾完 那还是用影拔针 跟第一针勾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要开始在这个环里勾 那我们先用影拔针帮我们起针位置 换到这个环里 就是勾针从这个环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然后勾住勾回这条线 穿过之前的环 那现在呢我们要勾一个这样子的 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 先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我们要勾一个长针 长针就是勾针 重新讲 两个辫子针勾完 我们勾长针 长针是勾针绕线 然后从这个洞里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前两个环 勾住线穿过剩下两个环 这是一个长针 然后呢我们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在同样的这个环里 我们再勾一个长针 长针还是我们勾针绕线 然后勾针从这个环里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勾针有三个环 勾住线我们先穿过前两个环 勾针还剩两个环 勾住线穿过剩下两个环 然后再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这样的这一个环里呢 我们要勾四个这样的长针 加辫子针 现在已经勾了两个了 那我们再勾 勾针绕线还是同样的位置 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前两个环 勾住线穿过锅针上的接下两个环 然后一个辫子针 再勾一个勾针绕线 还是这个环里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前两个环 勾住线穿过接下两个环 一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 这样子的长针了 那我们再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在这个环上 再勾一个短针 勾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勾针上的两个环 这是一个短针 然后我们到接下这个环里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勾针从这个环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勾针上的两个环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要勾五个辫子针 勾针勾住毛线穿过勾针花 一个辫子针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然后我们要找到 我们的第三个辫子针 就是你看 这个V字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辫子针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 我们要在第三个上呢 勾一个引拔针 就是勾针从这个V字 这条线下边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然后在穿过勾针上之前 这个环 然后我们再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环里头再勾 哎不是这个环 下一个环了 直接在下一个环上勾一个短针 看这是我们刚才勾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环 第一个环勾了一大堆长针 然后第二个环就是勾了这个辫子针 引拔针辫子针 然后我们直接到第三个环上 然后在第三个环上勾一个短针 那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重复我们这两个环上的内容了 接下来就是勾这一大堆长针的内容 我们先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 在这个环里头我们勾四个长针加辫子针 那现在第一个长针 然后一个辫子针 然后第二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第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第四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这个勾完再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在这个环上 同样这个环上 我们给它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在下一个环上再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呢 就是勾五个辫子针 然后找到我们的第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第三个辫子针 勾针从辫子这条线下边穿过去 然后我们勾这个引拔针 然后再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不要在这个环让它直接到下一环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那就这样重复这两部分的花样 你要不记得可以把视频稍微往回倒一点 那么就这样子勾一圈 然后勾完我再回来 顺便说一下镜头 你看我现在这个配色好可怕 那一会儿勾完这一圈我再回来 我们最后这个勾完 然后还是跟我们最开头用引拔针 给它勾在一起 那现在这个线也可以剪断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勾花了 那还是先换线 我们找一个就我们这一大堆长针在一起的地方 然后到我们这儿 第一个这两个辫子针形成的动力 把勾针穿过去 然后把这个线勾过来 然后我们先勾着它勾两个辫子针 这两个辫子针不算一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这个洞里头勾四个长针 那长针还是一样的 我们勾针上线穿过去 穿过之后把线头给它并在一起 然后把线勾过来 勾住线穿过前两个环 勾住线穿过接下两个环 这是一个长针 我们要勾四个 四个长针勾完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步有意思了 就是我们很少会用到这样的针法 那我们先把这一针条长一点 把这个线 然后把勾针取下来 我们看勾的四个长针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 第三个第二个第一个 我们勾针从第一针 这个位置两条线下边穿过去 然后勾住我们这个环 把它勾过来拉紧 就形成了一个圆滚滚这样的形状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这个辫子针形成的动力 还是重复这边的步骤 那勾针绕线 然后到这个洞里头 然后我们还是先勾四个长针 把线勾回来 勾住线穿过前两个环 勾住线穿过接下来两个环 这是一个长针 我们勾四个 那四个长针勾完 我们还是把这个环给它拉出来一点 勾针取下来 然后往回数 一二三四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长针 勾针从这一针的位置两条线下边穿过去 勾住我们的环 然后把它勾过来 看又是一个这样子圆滚滚的 然后接下来的这三个变子针形成的洞里头 我们都重复这个步骤 就是我们先勾四个长针 然后把线拉长 把勾针取下来 从我们第一针 位置两条线下边穿过去 把这个环勾过来 勾紧 勾成一个圆滚滚的形状 接下来又是重复 四个长针 然后把勾针取下来 从第一针穿过去 勾住这个环 拉紧 然后现在有四个了 那我们第五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 还是四个长针 然后勾针取下来 从我们第一针 穿过去 把这环勾过来 然后呢 我们再找到我们的 第一个这个圆滚滚的 然后呢 从它前面 这个地方 勾引拔针 然后呢 这是我们这个花的下半部分 接下来我们勾上半部分 那上半部分呢 我们先勾两个辫子针 这两个辫子针 还是不算一针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 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再给它勾两个长针 勾针绕线 那这个地方呢 就你看啊 这样子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勾两个长针 然后呢 我们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把这两个长针掰开 我们要在这两个长针中间呢 给它勾一个短针 勾针从两个长针中间 穿过去 把线勾过来 勾住线 穿过那两个环 然后同样 还是我们勾两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再重复这个步骤 就是两个长针 加三个辫子针 然后在两个长针中间 勾一个短针 那我勾针绕线 还是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 然后勾三个辫子针 再把刚勾的两个长针掰开 从它们中间 把针针穿过去 把线勾过来 勾住线穿过来的两个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花瓣 我们要重复 就是勾四个这样的花瓣 那么往下 我们到接下来这个地方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上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勾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勾 但你找不准没有关系 你在上面反正只要能把这个花瓣 能把勾针塞进去 把花瓣勾出来就可以 因为其实勾出来 是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问题的 那么勾针绕线 然后来到接下来这个 这两个圆滚滚中间 它有这个线 我们从下面穿过去 把线勾回来 先勾两个长针 然后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再从两个长针中间 我们给它勾一个短针 然后还是我们刚才勾入了 在这个同样的地方 我们再勾两个长针 不好意思 两个长针 然后我们再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再从两个长针中间 把勾针穿过去 勾一个短针 那第二个花瓣也勾完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 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勾 然后我们还事先勾两个长针 然后是三个辫子针 然后在这个长针中间再勾一个短针 那同样这个地方 我们再给它勾两个长针 三个辫子针 然后在这个洞里头 在两个长针中间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最后一个花瓣 那就是接下来的这条线 这条线 然后我们还事两个长针 三个辫子针 两个长针中间我们勾一个短针 然后还是同样这一针的位置 我们再勾两个长针 然后再勾两个长针 三个辫子针 然后两个长针中间勾一个短针 那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几个这样子的尖尖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没有问题了 那把它跟我们的第一针 还是用影拔针给它勾在一起 看那这样的一朵花我们就勾好了 就这样的一个花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断 然后呢接下来呢 像这个辫子针的地方不用管它 我们就在每一个这样子一大堆长针的地方呢 给它勾一个花 然后你可以就是都用同样的颜色 或者中间一直间隔的换颜色都可以 那就这样子呢 我们勾一圈花 今天这个杯垫就完成了 我刚发现我刚才忘换针了哈 花的部分应该用这个三毫米的勾 那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是3.5毫米勾的 那这个是三毫米勾的 就是主要是尺寸的差别 然后我个人的话 我会觉得这种小的 就是它的整个比例会好一点 大的 我会感觉有点太大 但是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决定 这地方要不要换哈 那这里再说一下 我们怎么来最后处理这些线头吧 就是你有这个蜂毛线的针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拿蜂毛线的针 把剩的这些线头就给它藏在我们 勾好的它同色的毛线里边 就这样子 然后把多余的线头剪断 那其他也都是一样 就最后把这些线头都藏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花朵被垫就完成了